居屋2023房委会公布居屋2023 推出6个新建屋院 共9154个单 7月31日起接受申请 星岛头条记者亲身到屯门赵院实地考察 赵翠院位于横复建26号 临近两个青站 更拥有6个新居屋屋院中面积最大的单位 达518屋院附近有不少公园 游乐场、商场、学校等社区 施、维需等入伙后 月5年后才可想港铁屯门难言 第16区占优势 廖城抢手新居屋屋院之一 屯门赵院有2座 分别楼高32层及28层 共提供518个伙单位 使用既由281英尺至518英尺 当中446英尺至518英尺的大单位 占单位数量21% 374英尺至389英尺的中型单位 占约一半 约49% 至于281英尺至297英尺的 行单位则占约21% 当中281英尺的小型单位 售价为约179万 表买加一百分之十手七计 只需约17.9万元便可上车 而绿表加一百分之五手七计 只需8.95万元便可上车 建议英尺价位每方英尺6800元 预计关键日期为2025年4月30日 赵翠苑位于屯和末端 屋苑附近为南浪海湾 玉海湾等四人屋 对面则是酒吧级城市屯门车厂 前方是屯门壁堂 交通方面 赵翠苑临近屯门泳池及风景圆两轻铁站 前往两站的步行距离也不多于5分钟 接铁的建造时间表 屯门南沿线将于今年内展开 造工程 当中临近屋苑的第16区 占料2030年开通 换言准买家需再入住单位 约5年以上才能享用更便的铁路交通服务 因此在过渡期间 居民出入仍依靠城当5个清铁站至屯门站 转成屯马线 或者搭巴士及小巴 包括962号巴士前往中环及铜锣湾 259地往九龙湾 关塘等九龙东地区 260C前往奎全清一带 41小巴前往仁爱街市 屯门中央广场等 以及港铁市前往港铁屯门站 值得留意的是 屯门游泳池 限止届时会因兴建第16区站 并与限时屯门高尔 球中心练习草坪的位置重置 居民将来或需不约20分钟或乘车才能到达新建成的游泳池 由于院附近本身是已发展的社区 附近亦有其他私屋院 因此也不乏餐厅 小型商店 超级市场等 更近率在屯门便利居民回收 为居民若需买送 则步行约15分钟前往友爱村街市 虽然选择不算多 亦应能满足居民一般购买日常用品的需求 其社区配套方面 附近不但有屯门游泳池 更有多公园及游乐场 步行约10分可到达湖山河畔公园 黄鹿笼物公园 丰安兼儿童游乐场 屯门游泳池 球场 有爱体育馆 亦有足球场及数个篮球场 步约20分钟 更可前往青山湾海滨长廊以及屯门海 花园 前者可欣赏屯门碧峰堂及青山湾景色 后的屯门码头海滨长廊则是本地电影幻爱的曲 地 更是观赏日落的好去处 赵翠苑预计属于屯 东七十一校网 区内和共有15间小学可选择 包括顺德联 总会和日东小学 保良局西区妇女福利会逢利 姚小学 仁济医院和市南小学 中华基督教会拔 小学 东华三院邓赵尖小学等 中学方面 乌院赋 有顺德联邑总会谭博宇中学 顺德联邑总会梁居中学 路德惠吕祥光中学及瑟瑟园主办 可以学等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